Odia Jungle 贺龙深知小敌之间,大敌之勤也的道理,决定开始战略转移,同年11月19日,红二、红六军团在贺龙指挥下,从丧直刘家平出发,开始长征,当月贺炳炎改任红二军团新编第五师师长,在突破里水、原江一线的封锁后,红二、红六军团,向湖南兴化,去谱发展,因敌重兵阻结,贺龙决定西进贵州, 12月11日,为了不让敌人明白红军西进的目的,红军急促南下,造成即将冬肚子水的态势,果然,国民党的大军追击而来,于是,贺龙果断下令,折向西行,沿着雪峰山山脚,直奔云南瓦乌塘,从瓦乌塘翻越雪峰山西进贵州,贺炳炎的第五师是红二军团的先头部队,第五师的先头部队是十五团, 团长叫王上荣,就在十五团快要接近瓦乌塘的东山时,遭遇敌人的阻击,从猛烈的火力来看,对方是国民党正规军,贺炳炎见此情景,命令王上荣到后方向贺龙汇报情况,自己指挥部队作战,贺炳炎一声大吼, 机枪掩护,都跟我冲,不幸的是,东山山市太陡,无法架设机枪组织掩护火力,面对着敌人暴风骤雨一样的子弹,贺炳炎一挥手,继续往上冲,只见他攻着的身子,在杂热的灌木从中时隐,实现,不停地往前冲,同时不停地怒吼着, 但是,当他又一次直起身子跟身后的红军官兵高喊跟我冲时,身后的同志却发现,他实在用左手举着薄壳枪,而右手臂整个衣袖都是血淋淋的,最先发现这一点的战士冲到他身边,大喊,快来台师长,快来台师长,卫生员冲过来给他包扎,但是他说什么也不同意,前面正在死人,最终,红军拿下了东山,贺炳炎却躺, 在敌人丢弃的阵地上昏迷不醒,随后赶到的贺龙来问病情,军团卫生部部长贺彪告诉他,贺炳炎的整个右臂被炸成肉泥状,骨头全碎了,只留下一点皮连着肩膀,只有锯掉胳膊才能保住性命,贺龙的眼睛红了,深沉地说,一定要尽全力保住贺师长的生命,你有什么要求,我一定全力配合,贺彪说,我只有一点要求, 请总指挥能够保证手术时间,你要多长时间,至少三个小时,现在医疗器材都转移了,找手术工具也要耽误时间,时间我一定保证,我让后卫部队务必坚持三个小时,至于医疗器材, 就要你来想办法了,不巧的是,当时仅有的一点医疗器械,也以驮运转移了,一时半会儿运不回来,救护医生当即让人从老乡那里,找来一把锯木头的锯子,决定用它来锯掉贺炳炎,受了重伤的右臂,为了消毒,他们把锯子在开水中煮了一个小时,就要动手锯壁了, 却找不到麻,最要,当时贺炳炎还昏迷着,医生便在他的眼上蒙了一条毛巾,还让几个战士在边上摁着他,怕他醒来后害怕,乱动,锯到一半时,贺炳炎给腾醒了,他扯下毛巾,对应着他的几个战士说,都靠边,又对医生说,接着锯吧,贺炳炎看到医生的手,在轻轻地发抖,怎么也不敢使劲,便又鼓励说,我自己都不怕, 你还怕什么,来吧,说完,把毛巾咬在嘴里,然后闭上了眼睛,又开始聚了,贺炳炎紧紧咬着毛巾,痘力大的汗珠,很快就爬满他的脸,手术前后共用了两小时十六分钟,贺炳炎嘴里的毛巾,几乎被他咬烂了